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连锁餐厅往往以标准化的服务与餐食品质 受到广大食客们的追捧 然而最近一家在美国颇具名气的连锁快餐 在TikTok上受到了广大网友的讨伐 原因竟然是因为他们的一身工装 为了吸引消费者 这家以美味鸡翅当家迎合了连锁餐厅Hooters 以给服务员小妹身着火辣制服 来作为营销手段博得了不少眼球 然而就在最近 最新款制服有点越线了 尺度大倒连自家店员都相当的惊讶 在风鸣全美的短视频社交平台TikTok之上 多名服务员异口同声的抱怨 公司的制服短裤被改得更短了 穿起来就像钉子裤和泳裤一样 令他们相当的反感 然而商家的态度对此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据纽约时报及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 美国餐厅Hooters先前发出通知 要求内部员工于10月4号起开始着新款制服 并停止穿着旧款短裤 公告中更写道 若女服务生和调酒师对新款制服感到不适 欢迎递交辞成 态度相当的强硬 根据这些对该制服不满的女生上传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 新旧两款制服出现明显的差异 其中最大不同就是短裤的长度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新版制服的裤腿相当的短 短到可以直接忽略不计 任何人穿上都是一不蔽体的效果 仿佛半个屁股暴露在了阳光下 上班宛容身着在沙滩度假的比基因用裤 或者可以说是丁子裤 一名女员工表示 许多Hooters的女孩都相当的沮丧 因为这不是我们当初面试时同意穿着的衣服 另一名员工也在影片中倾诉 我热爱我的工作 但我不喜欢穿着内衣上班 该话题目前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 但目前美国Hooters官方并未给予相关的回应 这势头看来是要把这套奇葩制服落实到底 其实说起来美国的主题餐厅 可以说是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许多餐厅为了推广营销 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不得不说 这些餐厅大东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有些餐厅的主题设置 确实是非常的脑洞大开 接下来小编就再给大家介绍几家 丰富在美国各地的奇葩主题餐厅 首先登场的便是心脏病烧烤餐厅 这是一家以医院为主题的餐厅 里面的服务员身材火辣 裹着紧身的护士装 让你血压上升 心跳加速 顾客就是患者 就餐时要穿上病号服 菜单叫做药方 服务员就是穿着超短裙 长丝袜 戴护士帽的女护士 广告语也是相当的具有诱惑力 Taste was dying for 也就是死业值得去吃 另外还有一个更加奇葩的设定 就是体重超过350磅的顾客 全场免单 再来看看菜单的设置 大多数菜谱都是以各种 心脏手术命名的超级油腻快餐食品 其招牌菜的大名就是 搭桥汉堡包 根据食客的要求 有一层到四层的选择 其分量从半磅至两磅牛肉不等 其中 四层的心脏搭桥汉堡包 包括了两磅的牛肉 厚厚的四层奶酪 和12片熏肉 它所含的热量超过了8000卡路里 有意思的是 顾客若点了四层的心脏搭桥汉堡 就可以获得餐馆赠送的轮椅服务 可任意挑选自己心仪的护士 推他们回到座驾 所以这个心脏病烧烤餐厅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赶快吃出心脏病了 大家且去且珍惜 接下来再给大家推出一款 劈腿必须的餐馆 叫做黑暗餐厅 毕竟劈腿这事儿见不得人嘛 而这家餐馆就是一个全黑的环境 最适合涂抹不明的人了 当然 传说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也很喜欢去黑暗餐厅 人家不是为了去偷情 他们去的理由是可以躲避狗仔 这个黑暗餐厅还开成了全美连锁 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并且每个分店的要求还不尽相同 纽约的分店要求客人就餐时戴上眼罩 而旧金山 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餐厅 则更符合黑暗餐厅的名号 客人在一间暗室内就餐 服务员是盲人或有视觉障碍 在黑暗环境中就餐 视觉无法发挥作用 其他感官反而更加敏锐 所以在这里吃饭 每当你品尝一道食物时 就会觉得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这种感觉也是相当奇妙 怎么样 大家感受了以上两家餐厅 是否会觉得足够奇葩呢 我们回到最开始提到的那家 以性感制服来吸引顾客的Hooters 跟这两家相比 还会觉得他们的制服过分吗 小编觉得 面对日益家具的餐饮业竞争 以及这一两年来疫情的冲击 Hooters的管理层 确实渴望需要更加露骨的制服 来提振一下自己的业绩 所以设计出来这样的工装 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强迫自己的员工 必须身着这样的衣服来服务顾客 就有点不太合情理 如果是出于统一着装的角度 来考虑的话 这家机制店完全可以推出 长短两套着装 供自己的员工选择 只不过相信前来就餐的时刻 给小费的阔绰程度 肯定也是会根据 服务生的露骨程度来衡量的了 这样不仅保住了自己的生意 同时还给所有雇员 一个公平的工作环境 一举两得 和乐而不为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